宅家实验室,大家好 还记得我之前做的那期NAS组装和黑群辉系统应用展示的影片吗? 有朋友下面评论说 飞牛OS很香,很心动 在买机器安装测试之前 我现在VirtualBox虚拟机里面零成本,零风险的深度 体验一下飞牛OS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被很多人推荐的新系统 到底有没有实力挑战群辉的老大哥地位 本期主要内容包括系统安装和设置 飞牛界面展示,飞牛手机APP展示 应用安装,以及Talescale实现内网穿透 简单说,VirtualBox就像一个电脑模拟器 它能在你的Windows系统里再虚拟出一台独立的电脑 我们就在这台虚拟电脑上安装飞牛OS 它们互不干扰,绝对安全 在开始前,你需要准备三样东西 第一,VirtualBox软件去官网免费下载就行 第二,飞牛OS的安装ISO镜像 我也是在官网下载的 链接我会放在描述栏 第三,Windows10或11需要预留至少20G的硬盘空间和2GB以上的空闲内存 分配一些给虚拟机用 打开VirtualBox 我们首先来新建一个虚拟机 名字叫FOS 安装文件夹系统摩认 选择系统镜像文件 系统类型选Linux 再选Debian 版本64位 硬件内存2GB CPU给两个核心 硬盘的话 创建一个20GB的系统盘 它不会一开始就占用20GB 而是用多少分配多少 Finish 然后如果想组硬盘read的话 点击Storage 可以添加几个硬盘 Create 连续添加三块 再去把三块硬盘都设置成系统硬件 点Adattachment 选硬盘 RDIS-K 双击第一块硬盘 同样的方法 把另外两块也加进来 可以看到系统有一个ISO系统安装盘 四块硬盘 第一块用作装系统 剩下三块组RAID 网络的话 把NAT改成Bridge Adapter 这样的话 就可以给这个虚拟机分配单独的IP地址 OK 启动虚拟机系统 点击Graphical Install 这样就开始安装了 安装位置 选第一块硬盘 下一步 系统分区20GB swap4GB 就这样吧 下一步 确定OK 就开始安装了 整个过程还是非常快的 只要几分钟 下一步 这是NAS的IP地址了 这是网卡 保存 确定 安装好了 系统会自动重启 怎么又进入到了安装界面 因为系统默认通过ISO文件启动的原因 我们可以先强行关闭这个虚拟机 回到VirtualBox主界面 我们需要做的是 在Storage里去除这个安装镜像 Remove OK 然后再去启动这个虚拟机 这样它就会从第一个安装有系统的硬盘 去启动了 显示DBN而不是Install 说明是从系统安装盘启动的 这就对了 很快就会看到飞牛OS的IP地址了 地址栏输入那个网址 开启飞牛NAS之旅 设置名称 账户名和密码 勾选我已阅读 进入飞牛OS 创建存储空间 选这个默认的BTRFS 下一步 点击选中三块硬盘 建议选RIi第五是速度 容量和安全间很好的平衡 RIi第1的话是很安全 但是60GB容量只能用20GB 下一步 下一步 左边默认跳过硬盘检测 填写存储空间描述 确定创建 填管理员密码 开始格式化 等半分钟就好了 完成 这样就创建好了 打个小广告 如果你也想用草绿色背景 保护眼睛 请查看右上方的 护眼插件影片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朋友 可以设置飞牛账号 我就不注册了 飞牛系统也还是能正常使用的 我这就只安装飞牛相册 听说飞牛影视做得非常的不错 有需要的朋友推荐试用 一键安装 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体这个界面风格 还是很像MacOS的 看起来是比群晖更加的现代化一些 它支持文件管理 Docker 还有应用中心 还是很全的 点击查看全部应用 点击返回桌面 这个面板显示系统的性能信息 查看一下系统设置 设备信息等的快速过一遍吧 常用的设置都能很方便的找到 给我的感觉是 整体的选项比群晖的简单一种 很适合新手 相反群晖的界面显得复杂 专业一些 再来看看文件管理器 界面是很清爽的 功能和群晖的也差不多 快速点击看看吧 看飞牛的手机APP 点进去 保证手机和电脑 在同一个局域网 输入飞牛地址 用户名和密码 需注意的是 飞牛用户名区分大小写 我用小写的Jhome登录 发现出错了 群晖则不区分 登录 飞牛APP把系统 所有的应用都集成进来了 文件管理 相册 系统设置 资源管理等 群晖呢 则是几乎每个应用 都有单个的APP 你觉得哪种方式更好呢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觉得飞牛这样也行吧 一战是解决所有问题 接下来展示一下相册应用吧 点击相册 上传照片 选择这个自制填点 好了 接下来看是否同步到了电脑端 打开飞牛NAS端的相册应用 照片就同步在这里了 左边的这些标签页和群晖的也类似 可以很方便的和家人朋友分享照片 看看飞牛应用中心 看一下觉得常用的软件还是有的 对于普通家庭用户来说 应该是够用了 如果比较依赖群晖商用套件的人群 尤其是公司 飞牛还是不适合的 下载一个百度网盘试试 选存储空间1 下一步 确定 使用中 网盘运用 就不演示了 这样在桌面上多了百度网盘 它的基本原理是在安装有 Taleskill的外网设备和NAS间 建立直接的私有链接 能实现安全快速的通信 这个链接比群晖的Connect ID快很多 之前的节目 我们聊了在群晖套件中心 安装Taleskill和相应的设置 但是飞牛OS的应用中心 没有这个应用 接下来我们就只能在Doker里安装了 点击进入 镜像仓库 搜索Taleskill 第一个就是了点击下载 Latest的标签 点击本地镜像 看正在下载 感觉下载速度比群晖的慢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点击运行这个镜像 容器名称Taleskill 开机自动运行 下一步端口就不管了 添加几个环境变量吧 第一个名称填上 只随便写个 第二个变量名称 只是这个 这些信息我都会放到下方描述区 然后我们看看功能 一定要使用高权限执行容器 然后网络呢 我们需要用host网络 点这个取消bridge 然后选host 下一步创建后启动 创建容器 绿点表示容器启动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 终端找到登录地址 点击以执行容器的这个三点 点击终端 用bnch连接 进入终端以后 我们需要粘贴这个命令 回车enter 我们就用这个生成的网址 去登录和授权Taleskill 选中复制 粘贴网址进入 这是Taleskill的登录界面 可以用谷歌账号进行登录 然后connect 成功了 去控制台看一下 我的这台Linux飞牛NAS连接上出现了绿点 接下来去Windows上登录Taleskill 运行Taleskill桌面程序 右下角的图标右击再点击登录 同样的谷歌账户登录 连接查看控制台 可以看到这里Windows电脑也加入进来了 复制NAS的虚拟网络地址 粘贴到地址栏 这样就通过Taleskill实现了内网穿透了 缺点是每个设备上都要运行Taleskill 优点是连接速度非常的快 最后来聊聊飞牛OS的优缺点 界面美观现代 学习成本低 功能全面 家庭核心需求全覆盖 原生集成Docker和虚拟机 扩展性极强 对玩家友好 安装和初始化过程非常顺畅 作为一个新兴系统 其软件生态的丰富度和稳定性 还需要时间和社区去积累 这点暂时无法和群晖的成熟生态相比 社区的规模和支持度 是另一个需要长期观察的点 目前看来 飞牛发展的应该非常不错了 飞牛今年已经和第三方 推出了挂牌的NAS硬件 马上要推出完全自主开发的NAS硬件 整体来说还是很看好飞牛的前景的 当然由于虚拟机中性能有限 部分硬件直通功能 比如硬盘挂载硬件转码无法体验 但如果你只是想提前熟悉NAS系统 装飞牛OS和N8N自动化应用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期见